欢迎走进纽约会客室 今天的嘉宾是策展人张琪女士 以及艺术家陈向东先生 欢迎两位 谢谢 今天把两位请到这里来 是因为在纽约 正在开着和陈向东先生 陈向东先生的这个个展 是在张琪女士的画廊 您也是策展人 听说这是一家新画廊 对 这个画廊刚刚在纽约上东城开业 两个月左右 那这一次也是第二个展览 对 说说您和陈先生之间的合作 为什么会有这个个展的展出 听说您的画廊第一个展览 其实其中就有陈先生的作品 对 和陈先生相识是在陈先生的一个艺术展上 当时看到了陈先生的作品 那我们就比较很新奇地发现了一个很好的一个艺术的形式 他的画和他的词有一个相应的结合的一个点 所以我们就进一步联系陈先生 我们去约见他的到他的画室去看他的那个实际的作品 然后正那时候正值我的这个新的艺术公司在装饰阶段 那装饰的时候呢 其实我们是一直在筹备一个艺术画展的开业 艺术画展当时呢 是美国的12位艺术家同时参展 西方的 西方的艺术家同时参展 那后来我因为有陈先生的这个约见 看他的作品以后呢 我就想到了能不能在这个开业的这第一次的这个画展上 就加入陈先生的这个画作 我们想做一个中西方共有的这么一个创意 那这个时候就拿了陈先生的三幅作品 放到了我们的第一个展览上 当时的三幅作品是也是这个词画结合的 当时的展那个作品呢 是三幅长达高14尺的那种水墨画 然后很高 在我的新画廊里呢 占了一个墙的一面 然后我们把它做成了那种装置艺术的摆放形式 所以当时这三幅作品在画展上亮相以后 就得到了一个很好的反响 这样也就更进一步的有了信心 促成了这个画展 第二次的这个展的速度 那第二次展览一共展出了您多少件作品 大概水墨画有30件 30件水墨画 瓷器有大小的一共有60件 哇 那将近100件作品 对 那这个作品是创作阶段跨越的时期有多长 瓷器是水墨跟 瓷器是16年也有 17年也有 然后1819今年的 今年的大概有15件左右吧 最新的作品 最新的作品 17作品 那水墨今年大概就是一个山水 观自在的一幅大的山水 大概宽有10米 然后高大概96公分 那么这个是19年化的作品 那作为策展人 您在这个挑选这些作品 布展的时候 您的设想是怎样的 您的这个选作品的标准又是怎样的 我在策展的之前就有一个主题的利益 我觉得陈先生的作品给人一种耳目一新的感觉 这种新呢还不是说他作品本身新 我是站在我长期生活在纽约 我在这个艺术画廊的角度 我觉得纽约的观众 还有西方的人 看到我们陈先生的作品 会有一种耳目一新的感觉 所以我当时这个主题 我就是策划的主题 就是想到要让他们了解 我们一个新的艺术模式的再现 就是不是他们西方人眼里传统的 一说到中国水墨画 说到中国瓷器 是那种明代清代那种瓷器 或者是我们那种传统的比较 公笔画那种艺术形式 所以我觉得他的画子 在这两方面结合起来 而且又很现代 又是一种写意的形式表现出来 一定会给纽约的观众 和西方的这个 代表西方这个视角的观众 一个很新的感触 所以当时我选作品的时候 也是从这个角度去选择 因为陈先生的作品 他有几大类 包括山 包括太湖石 包括河 那他不杂乱 而且这几大类呢 他都很好地把它再现到了瓷器上 那这和清代明代那些瓷器 是完全不是一个风格的展现 所以在选作品的时候 我们就刻意地把它们摆放啊 还有这个展位的这个设计啊 就是刻意地让它和画 有这个相辅相成的这种效果 其实也是一个这个两种 艺术表现形式的一个对话与交流 对话与交流 对 让它共融 就是像一体把它当成一个张纸艺术来摆放的 就是瓷画 对 两边都是水墨画 中间瓷器相互呼应 包括瓷器放的时候也对应的相互 假如说我这边放个江金冠 就是三字针 对面放个三字母江金冠 都是跟画 都是对应起来像整个一个张纸艺术来呈现的 好 我们也有这个图片 来导播我们签一下 我们来看一看 这个就是展览现场的这个场景了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 其实这个颜色也是非常有意思 摆放 你看两边是蓝 中间是红 所以其实您做瓷器 它的这个色彩 我觉得也是比较有特色 这个瓷器我画的是右下三彩 右下三彩是一个是青花 一个是优里红 一个是氧化铁 你看中间这个江金冠就是青花 我就是表现这个江金马 就是男人的气度气白 整幅江山一样的 两边是一个就是一个美品 你看美人 我们叫美人品 您再跟我们说一说 这几个系列的作品的创作 这个灵感从何而来 您的制作经历又是怎样的 因为这些这个陶瓷也是您自己亲手做的 这个我对瓷器的这个喜欢 首先就是喜欢它在制作过程中 变化很大 变数很大 就是很多于新的发现 惊喜发现 它特别是在高温下 高温1350度左右 那这种右舍的流动变化 我就喜欢这个 然后把我自己的这种热情 通过这个土 土 水 其实还有优势 还有糊 然后亲自尽情 然后来表达我对这个 平时对这个生活 对这种文化的 这种重新的解脱 去表达 把这种观点表达出来 所以这个张女士到陈先生的工作室 其实大部分看到的应该是 她在水墨方面这个作品的创作 因为陶瓷的这个创作 您是在中国完成的 陶瓷 当时来看到我工作室来看的时候 主要是水墨化 当然我也放在电视上放这种瓷器 瓷器的作品 有几件 很激动 然后又在电视上有 因为看到她现场有几件 不多 然后我们就看到她一些电视的资料 然后就对这个瓷器就很有了解了 今年是五月份才刚刚从中国回来 之前也是在中国做创作 因为我们大概这里边前后 大概有半年多时间吧 就是策划这个展览 然后瓷器我就又回去创作了一批新的瓷器 大概回去一个月左右 那今年新创作的这个瓷器 跟我们说说它的这个灵感来源 今年创作的瓷器只要是上水化系列 主要是因为今年我重新就是重新画了一批灌自在的这个上水化 那我想把这个上水化 这个当然上水化 我这个上水化是跟传统的这种线条或者称法 这个又不一样 我要令皮的激进 要有自己的艺术的风格 然后我采用水墨路比的话 采用原点或是球体的抽象的点 来表现这个山 让观众感到圣灵奇景的那种感觉 感到这个天里间 道发自然 就是天里间这个阴阳跟地道的楼杆 和人道的人意这种精神表现出来 虚实感也很强 它上水化主要讲究虚实 对 就是渊逸朦朦这种上水化 我还是从来创作的灵感的来源 还是我们江南水乡的这种自然梦幻的这种来源 来进行 如果在荣回广东 来进行表现的这种上水化 那有了这样的上水作品之后 您又想把它在 在瓷器上也表现 体现 但是瓷器上很难体现 像什么画在纸上比较容易体现 当然在瓷器上很难体现 因为瓷器首先 右下的是你一配在你一配上画 你一配细色性也很强 如果你要表现细色的话 你要从技术方面很难 你要有一定的经验 平时要经验积累的很多 你要考虑到颜色的后部 要考虑到虎纹 要考虑到放摇的位置 方方面面都要有很多的经验 才能把这种你要想表达的东西表达出来 那您在实际的操作过程当中 就是经过了多长的时间 您才克服了中间的这个技术难点 然后真正的把您的这个水墨创作 在瓷器上面也加以体现 说到这个 我觉得我还比较幸运的 就是我从14年开始 就是接触这个瓷器 一接触我觉得就是跟它比较瓷器有缘 就是因为平时我也是搞水运方面 跟水有关系的 那瓷器也是跟水有关系的 所以两次比较痛的 当然就是出类旁通的 一点都是痛的 那所以今年的这个水墨 在瓷器上面的这个呈现 您是很顺利就完成 对 很顺利的 而且出来的效果都比较好 那张女士您说说 您对于陈先生的这个作品系列当中 哪几个系列是您觉得 印象最为深刻 也是这个观众反馈最为强烈的 我印象最为深刻的就是 陈先生刚刚创作的这幅山水画 叫《观自在》 那这幅《观自在》呢 有五幅画连成一体 长达十米之宽 那很有气魄 那这幅山水在我第一次见的时候 我就一下子就喜欢上了它 然后我向陈先生说 我说我非常喜欢这幅山水画 我要向你特定一幅 放在我的这个office里面 然后陈先生根据我们的office的特点 根据我的那个型气质 然后他就创作了一幅 特意创作了一幅山水画 就是大山的背景的画 这幅画当它 就是因为它的尺寸是特定的 当它竖起来的那一刻 我就觉得太符合我们想要的气质了 就是眼前一种特别亮的感觉 因为它这幅画呢 它的山水画不同于别人的画呢 它不是一种特别尖锐的山风 也不是用线条表现的山风 它是用圆点 然后比较圆圆圆滑的来表现的山的这种雄状和维婉的结合 而且它的山里面有山的云雾缭绕 还有气息在里面 就是一幅让人很感觉 很想走进大山的那种感觉 所以我对它的这幅作品是我最喜欢 最心仪 而且当它把这幅作品放到瓷器上 就是又是对我这种当时的这种感觉的一种证实 而且觉得它更进一步的体现了 它当时创作这幅山的时候 这个心中的山的这种理念的这种体现 这是我最喜欢的 我们把更多话题留到下面再说 因为时间的关系 我们要先休息一下 欢迎回到纽约会客室 那两位之前为我们描述了 这个陈先生这一次展览的整个的规模 包括这个作品的甄选 那到了开幕现场 因为我有看图片 嘉宾云集 大家的反馈是怎样的 这个反馈也是出乎我们的意料 因为我们作为一个中西融合的主题 来做的这次展 所以我们在邀请嘉宾的时候 我们就几乎是50% 50%的想象 但是真正在现场 我觉得西方的嘉宾来得反而更多一些 而且他们还不是说 是我们这个陈先生这样的同行 或者艺术家 他们是真正的来观看作品的一些藏家 或者是就是普通的欣赏者 他们在现场就是真的是很认真的 每一件作品趴在上面看 然后当时我们也请了做讲解的人 然后他们就很认真的聆听我们的讲解 他们在他们的心目中 中国的瓷器和他们今天看到的瓷器 稍微有一些差异 所以他们就感觉很新奇 从那次展以后 我们陆续的每天都会有不同的西方的观众 自己到我们展馆来看 他们就说我听听谁说过 我看到哪个文章上有介绍 说这里有个瓷器展 我们就说那好 请进来看一下 然后他们对每一件展品就是特别的反响 就是说他觉得这些瓷器呢 真正的走进了他们现在的生活 而不是说简单的在博物馆啊 或者是在以前我们有些中国媒体上 对中国瓷器的那种图片的那上面的那种感觉 他真实地看到了能够走进他们生活 能够让他们赏心悦目 不管是摆放还是收藏 就是有一种不同的感觉的这种体验 所以这也是我们觉得这次展览 给我们带来的一个惊喜 那这一次展览的主题是作息向东 听说也是这个陈先生的一个笔号是吧 那您跟我们来阐释一下 您作息向东的理念 以及最后您的作品是如何呈现 作息向东这个概念呢 因为作息向东当时想用这个笔号的时候 因为我九千年来纽约了嘛 就是过来纽约 那我人在西方 但是我的这个血液里面流淌的 还是东方文化 本身我的名字又叫陈向东 一天就是六十年的出来 那我觉得就起了一个助息向东 就是在西方 但是我的文化 我的心还是想着东方的文化 就这个 再有这个笔号助息向东 那具体到您的作品当中呢 您觉得您现在的作品 是如何来展现这个概念呢 我现在画的作品 首先有中国文化的东西 就是中国文化的传承在里面 但是我要画的东西 要利用当代人的 当下的语言 能够跟列代的 在列代的这个古典大师面前 传统的这种大师面前 要有自己的语言风格 不能就是学奥文 或者是学宋代的 或者是明代的 原来的 我就是把这种都抛开 还是要用自己的语言的 风格的作品出来 但是水墨化 就是水墨更持续 就是中国文化的符号 就是东方的 但是他们 我所表现的这种手法 语言 观念 还是用西方的这种 学习西方的一些 就是当下的这种语言 在里面融合在一起来 那张女士 您也跟我们说一说 就是在把中国的艺术家 推介给这个主流 或者推介给西方社会 西方人的时候 您觉得应该注意些什么 通过这一次展览 您可以给我们呈现一些 什么样的理念 我做这个艺术画廊的初衷 当时也是想把中西方文化 相互交流 有这么一个搭界的桥梁 因为我本人呢 也是在中国长大 在中国有自己的事业 然后来到美国呢 也有十多年的生活工作的经历 那在这个过程中呢 我深刻地体会到 就是作为中西方的艺术家 他们之间虽然有学术上的交流 但是中西方的艺术作品 到对方去做展现的这种力度 其实都不是很多 然后呢 中西方的观众 对这些作品的真实性的展现的 放在眼前的这种感觉 也不是很多 基本上都是还是停留在 各种间接的报道上的 这种基础上的 很多中国的艺术家 我回到中国的时候 他们就会说 我觉得我的画做得很好 很不容易 但是你觉得在西方 在美国 你觉得中国的画 大家喜欢不喜欢 这个问题其实就是很广 那不能特别地说是喜欢 还是不喜欢 我就觉得他们首先呢 是想让自己的画 走进西方的观众 喜好的这种 欣赏的这种 那肺美之内 但是又没有一定的自信 就是不知道这边 到底是喜欢还是不喜欢 那比如说我看到 陈先生的画以后 我就觉得 如何能让西方的观众 喜欢中国的文化 那这些工作 其实在我之前 有很多前辈 或者是很多同行 都在做这个工作 那我的特殊之处在于什么呢 我就想能够发挥我们现代的这种特点 因为我这个幻廊呢 是立足于纽约 那现在我觉得纽约呢 不仅是美国的纽约 它已经是一个世界的纽约 那纽约是一个经济文化的大平台 那在这个平台上 不管是西方人还是东方人 我们都有权利 去展现我们自己的特点 所以我就有一个年轻的团队 我就想利用这个 我们自己的优势 能够把东方的作品 展现给西方 这是我们能做到的 因为现在大家都是在 这个数字时代 电子商务时代 那我的年轻的团队呢 有这方面的优势 他们呢虽然都是在美国 受过高等教育 英语说得很好 而且他们不但有这方面 这个优势大家都有 另一个优势就是 我在请这些员工团队的时候呢 我刻意地做到了多元化 那我请他们呢 可能是他们的原生家庭 是来自非洲 或者是来自欧洲 而且来自亚洲 不同的族裔的人 这样他们在原生家庭里 得到的这种文化背景的熏陶 就有助于他把全世界各种艺术 对各种艺术的看法 融入到他的工作中 他才能更好地去展现这些艺术 如果单纯地说 我就是把美国的 把中国的话 让你在美国做宣传 他并不理解 那可能把非洲的话 把中国的话 转给这个非洲人去欣赏 那我们是亚洲人 我们怎么去知道 他喜欢哪些方面 不喜欢哪些方面 那有这些多元化的人员 帮我们去做这种 他就能直接告诉我们 我们应该在哪些方面挑选 适合西方人喜欢的 这种画的元素 哪些方面去展示我们的特点 我们要展示我们的优点 而不是说 直接把这个画的元素 捧给别人 你看你喜欢哪一个 那就是那种策划 那种展示 就不如我们这种 有目的 有想法 有所重点的去推广 所以这方面呢 是我觉得 我们在做这次展览的 一方面的一种 特意做的一种工作 通过这种工作呢 我觉得可能 会比以往的各种 简单的说 开一个画展 把画挂在墙上 然后大家来看 这种效果要好得多 而且我们在这个 策展的这个过程 其实很长的 一段时间过程 那这个过程呢 我们确实用了心思 包括陈先生 再回去中国 创作的那段时间 他其实是领了任务 我们对他有一项要求 就是说 我们不能跟你回中国 但是我们需要 您把在中国的工作的 素材 现场 您实际的工作的 那个状态 给我们拍成视频 录像 我们要了解 那这些珍贵的资料呢 一方面是方便 就是有利于我们了解 另一方面 我们把它真正地 做成了一个计时片 那通过这个计时片 我们在展览上 也向我们的观众 去真实地在线 陈先生的这种工作过程 那大家就更有利于 他们深刻地去理解 这些作品 是如何创作出来的 而不是说 我们站在这个作品跟前 对着观众说 这个是山 这个是河 这个很好 这个就是很 没有说服力的 这种表述呢 不如让观众 直接去看到 陈先生 他创作这个过程 那这个策展方面 也是我想到 如何把中国的文化 介绍到美国来的 这么一个方法 这样的话呢 有区别于以前 所有的这种展览 那我们都知道 就是这些年 在这个纽约 新兴的画廊 越来越多 可能每个月 都有新画廊在开业 那我不知道 就是作为您的画廊 就是您在做它的时候 您的目标是什么 您觉得在纽约 这样一个画廊伶俐 而且我们觉得 现在怎么说呢 可以说是艺术无门槛 因为我们可以看到 很多年轻的艺术家 无论在什么样的空间 他都可以去展出 他的作品 在这样的一个 市场大环境下 这个画廊的生存空间 有多大 压力有多大 其实您说的对 在纽约呢 最不缺少的是艺术家 最不缺少的也是画廊 那画廊呢 淋漓底试的 很多画廊呢 有各自的收藏途径 也有各自的展示方法 那我之所以 做这个画廊呢 其实我是看到了 我们现在这个 上东城的这方 这方宝地 这个地方呢 首先不是很喧闹 但是呢 它也生活在这个 经济文化的中心 有博物馆 有更好的 很顶级的商业中心 还有中央公园 就是我们各方人士 都非常喜欢来看的地方 那这个地理优势 本身就是一种资源 因为很多人 在来到纽约 他希望在这种大都市 享受大都市的这种盛况的 同时还享受一点 精神文化的这种补充 第二个呢 我觉得我的画廊呢 突破以往的传统 因为我是做的一个 很现代的画廊 包括装备 包括空间的设计 包括技术方面的配合 我觉得这个就是 这样的不是 没什么 是 在这个 在这个 晚上 就是 天哪 是 这个 是 在这个 就是 在这个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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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